防疫期间百业萧条 但还是有许多善心人士 默默的支持第一线的抗议人员 30号中午家住在高雄的董信市民一家人 特别透过花莲市长韦家贤 以及赖赏寿司务业者赖剑业 捐赠200盒的金字餐盒 给花莲县消防局 希望能够转达他们对消防弟兄 投入防疫的肯定 住在高雄的董信市民一家人 为了感谢消防队员在防疫期间辛劳 30号中午特别透过花莲市长韦家贤 及赖赏寿司务业者赖剑业 捐赠了200盒金字便当 给花莲县消防局 以最直接的方式 慰绕在第一线抗疫的消防弟兄 那我们再只要代表花莲市市长的身份来谢谢 来愿意来协助我们第一线防疫工作人员的 每一位好朋友 也祝福这些朋友们 在出勤的过程里面都能够平安 那也希望大家未来疫情趋缓之后 都能够多到我们花莲的一些知名店家 或是一些小吃店去做消费 那也祝福我们都能够一起抗疫成功 这次疫情期间 其实是过行过夜 就受到严重的打击 我们董事兄 董事兄弟妹 他们愿意跳出来来随时疫情 来随时受到打击的餐饮类 这是一种善的循环 我们也鼓励大家都能够对于 受到打击的行业都遵守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 来支援他人 让大家都能够共同生活 度过这个疫情的困境 大家能够早日恢复 防疫期间白夜萧条 但还是有许多散心人士 默默支持着在第一线的抗疫人员 市长渭嘉贤表示 东信家人是赖赏收拾物业者的朋友 在防疫期间透过大大小小的媒体报导 深刻感受到在第一线防疫人员的辛劳 也了解到餐饮业界目前手面临到的困境 希望能透过小小作为 表达出他们对前线人员最大的肯定 记者徐丽晴 话令氏报导